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特别强烈的 根深蒂固的这种家族文化 升职崇拜的文化下面 那么宦官自然是备受歧视的 那么对于君主来说 宦官这种一不经还表现为 他的在这种文化下面 他没有办法形成对于军权的直接的威胁 或者说他相对于其他的人来说 宦官是最没有威胁的这样一个群体 因为他的独特的俗性 地位 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这样的特点 他的义附性 因为专制制度本身上 我们说他是天然的希望人民的软弱或者弱者 这用黄宗希的话来说 就是他要离善天下之子女 解善臣民而专尊天子 黄宗希 傅延武都讲过这样的话 所以人民的孤立 软弱 互不联系 这是专制制度最希望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而宦官恰恰就是可以说在这方面是最突出的 最能满足专制君主 专制制度需要的 他们体非全弃 情智专粮 通关中人 异于施养 他们身体是残缺的 不全的 所以导致他们对君主非常的忠心 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 也没有对未来的期待 所以一心一意 依补于君主 所以这叫做中人无外党 精专可信任 汉原帝公开的倒出来 所以当然有人 有大臣不断的批评 希望他远离这些宦官的时候 他说中人没有外党 没办法结党 没办法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 构成对他权利的威胁 他们对我皇帝 对我们皇家是精专的 所以可信任 所以事无大小 就要信任宦官实险 阴险白绝 凡是事情都是实险向他汇报 两个人决定 所以南汉的后祖刘长也把这个事实讲得非常的透彻 他说群臣皆自有家 顾子孙不能尽忠 不能一心一意的 全心全意的 因为他们有自己家族的利 有自己的私利 为患者亲近可认 所以也是毫无掩饰的 要把他的大权交给这些宦官 所以我们说他的寄生性 这是从皇帝本身能够看得出来 另外一个我们还要看到 除了他前面讲的 我们总的说 一个是讲他在政治结构里面的地位 第二个讲他的寄生性 对皇权的 我们从两个方面 从文化 从君主制度对他的看法 第三个就是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 往往被文力忽略的事实 就是太监在君主的社会化过程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担负着重要的角色 在君主 在专制皇帝 他的成长过程中间 形成了非常亲密的 牢固持久的感情 他的联系 这是我们君人乃至于古人往往很难看到的一面 那么自古以来 令很多大臣 历代的很多大臣 尤其在我们前面这几个王朝 汉朝 唐朝 明朝 很多时候的豪杰 治世 一生下来就是跟宦官叫上进了 以铲除这些宦官为使命 唯一生的伟大的事业 而且他们往往不能理解 正如我们前面引用的那些材料 宦官是如此之丑恶 他们形状丑恶令人恶心 他们内心里面如此的残暴 残忍 为什么我们独如蛇蝎 我们为什么这些皇帝 反而对他们非常的亲近信赖 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在皇帝的成长过程中间 在皇帝的一生当中 宦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 用过去的话叫长于宫中 养于父侍之手 皇帝 他的一生的成长 他的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是吧 生在宫中 深宫之中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两种人 一个是和女性女人 一个就是和宦官在一起度过的 所以我们说宦官 他的日常生活世界 他的整个的生活世界和一般平民 一般人是很不相同的 我们一般人有两个世界 他实际上只有这一个世界 就是围绕着宫中构定的世界 所以他没有办法 他和人民的世界是脱节的 我们一般人是有另外参照系的 可是对宦官来说 大部分时间里面 他认为 这就还是我们讲的这个萧生客的救赎里面 是吧 一般人觉得监狱不正常 但他在里面尝了以后 他觉得很正常 一般人觉得宦官 很令人生厌很可怕 他在一块生活久了 他反而这是最正常的 是吧 所以衣食住行 从小他的玩伴 他的老师 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是吧 他的奴仆 他的工具 他的宠物 玩偶 都是宦官 是吧 所以说一个 你想要养条狗 我们现在很多人养狗 养条狗还爱得不得了 你何况宦官他是人 还是 一样的 在一块感情深了 所以溥仪 我的前半生里面所说的 你看他们扶持我吃饭 穿衣睡觉陪我游戏 伺候我上学 给我讲故事 受我的赏 挨我的打 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候 他们却整天离不开我 所以幼年的主要伴侣奴隶也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们借用 一些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尤其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结果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生命的人格情感价值取向 他在发育成长过程中间 有一个关键年龄期 有一个关键的这样一个年龄 这个阶段 一般的认为 在两岁到十岁 是人生的成长的关键年龄期 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接受了什么人 他接受了什么样的一种 生活方式 那么将会对他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深远的影响 是吧 所以 宦官 按照这个理论 宦官 在这个皇帝的幼年的成长 两到十岁的时候 就是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伴侣和老师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之间形成的感情 非一般人 甚至连他的父母都很难做到 皇帝一般的长大 和自己的父母 失去了正常的 儿童的正常的父母之外 父母之间的接受都有很隆重的礼节 稍长一点 就要到另外的宫里面去生活 专门给他聘请老师 聘请仆人 所以 一生里面最容易形成感情依赖和感情联系的 就是宦官 这就可以解决 可以理解 历代的官员大臣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人人都觉得他不正常 都觉得这人是令人讨厌的 而独独皇帝往往看不到 感觉不到 所以司马光的通鉴里面所讲的也是这样的 宦官出路恭敬 人主自幼己党与之亲享 非如三公六经 觐见有识 三公六经和他觐见是有识见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上的例子 所以汉奋帝十一岁继位 你看十一岁的皇帝继位 那么陪他宫中 在他做太子当皇 当皇帝之前扶持他的这些人 后来都成为最信赖的人 唐熙宗也是十二岁继位 那么一直伺候他的皇帝 太监田令姿 因为从小和他就是陪他睡在一起 所以长大以后 甚至本来是家奴 反而皇帝叫他为爸爸 呼他为父 所以感情非常好 那么 英宗九岁继位 也是王震陪着他一生 那么像武宗十五岁 也是刘锦 他在东宫里面带过来的 所以信任 这样我们看历史上就看到经常 所以大臣和皇帝两个人对宦官的认知完全不同 而且有时候大臣讲的多了 大臣对宦官的批评过多 往往又引起皇帝的逆反心理 所以有的皇帝就对着来 你越说宦官多坏多危险 他就偏要去信任他 有的皇帝就公开的讲 我就信任宦官怎么样 他就这样认为 他在情感上 所以还有呢 比如说当然还有的皇帝他本身懒 他奴仆 我们前面说了 皇帝在宫中万人之上诱惑太多 很多皇帝他的诱惑实在太多了 他并无暇顾忌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 你看这个 我们看王府之徒通天里面前面讲了 这个为什么那么信任他 为什么会这样子 简直像如此之一模也 他讲了另外一个道理 就是从皇帝的重欲 从皇帝的对这种 他因为他要去所谓的荒淫 去厌安胆乐 往往呢 就把政事也要依赖这些太监 所以这个 那么这就是和宦官干政啊 我想从三个方面我们讨论的原因 但是呢 我把它区分开来 宦官的干政和宦官之祸 所谓历史上 造成历史对这个专制王朝 他的政治秩序 产生重大的震荡 甚至引起社会政治动荡的 这个宦官之祸 那么他另有原因 或者说仅仅从以上 还不能解释 所以要把它区分开来 宦官之祸 造成的政治黑暗 政治斗争的残暴 乃至于这个王朝的政治秩序都混乱 那么呢 我觉得要从更深的文化 更深的 那么社会的 政治斗争的互动的关系里面去寻找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宦官所谓的宦官之祸 它的实质和根源还在与专制制度 或者说 那么宦官只是君主专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宦官只是皇权的一种表现形式 替代形式 在中国的这个政治那么演变的过程中间 尤其是这个专制国家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继承的问题 尽管我们文化里面 那么把这个宗法关系引入到政治继承里面 敌长子继承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还是有它的脆弱性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么皇帝的继承问题 经常因为我前面曾经说过的 皇帝在古代的那种医疗保健的条件下面 在古代的那种生育的技术下面 皇帝或者15年造妖 或者皇帝丧失生育能力 导致缺乏继承人 没有继承人 使得这种敌长子继承制度 没办法维持 出现了继承 这个权力的继承的链条上的真空和断裂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当然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专制政治下面 即使灌手满足了这种所谓的 低章子继承制 又可能会把昏庸无能的 幼年的皇帝选拔上来 对不对 所以选拔的皇帝没有办法真正的履行 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责 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权力的真空 所以这两种情况下面 都存在着权力的真空问题 当然还有前面所说的 由于权力本身的传染性 他时刻作为皇帝的化身 扶持着皇帝在后宫里面 这样他和皇帝之间 往往有难分难解的关系 所以这些都造成 那么权力转移 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替代他 所以宦官已经后面我们所讲的后妃 所谓的女祸的问题 都只是专制政治之祸的一种表现 是必然的 因为他本质上还是一个人 把权力由皇帝来行使 和由宦官来行使 并没有改变专制政治的本质 一个人治理国家 所以专制政治这种一人独裁存在的缺陷 他的随意性 他的权力都没有约束 统治者的这种随意性 统治者个人素质和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素质和他的职权之间的巨大的反差 这些问题始终存在 一个太监 那么实际上我们严格意义上如果做比照 从例上看 太监来行使皇权最高权力 和一个皇帝行使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专制政治 它的这种独占性排他性 这种正如黄中西等人所分析 专制政治把天下这样的最大的功 变成了最大的师 本来天下为功 治理天下的事情是公共之事 这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功 他把天下变成了最大的私 私事和私产 用一个人来对付天下人民 是吧 用一个人和天下人 客观地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 他就必然导致 叫他以一人治天下 必然导致以一人而离天下 一个人站在全国人民面前 少数人站在全国人民面前 是吧 必然要宜天下 叫做事事而防 人人而宜 每一件事情都要反反 每一个人都要怀疑 用一人则疑一人 用一个人就怀疑一个人 层层设防 最后的结果 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信任 那么只好信任太监 所谓的精砖可信任 所以尽管我们说太监也有问题 但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 最后的结果还是容易 所以在太监和其他的社会力量之间 他宁愿选择太监 这是这个专制制度 所以我们看明朝的 我前面讲的这些最典型 用了那么多的防范措施 立了这么多的规矩 最后明朝的 你看看明朝用防范不可谓不严 甚至刑法不可谓不酷 但是明朝的宦官专权专政 和明朝的皇权所谓的专政 他俩是并驾齐驱 相得益章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 我们从文化 我们前面分析的中国的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的观念下面 宦官的权力始终是一个 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 始终是一种未被制度 没有被正式的制度所确认的一种权力 它是一个逐渐的 在政治过程里面 逐渐的演变生成的一种权力 它没有被制度正式确认 甚至不仅不被确认 在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安排里面 它一直是所谓被压抑被防范的对象 可是 由于前面我们说的种种条件和原因 使它逐渐的叫做切弄威灵 是吧 逐渐的忽假忽微 那么获得了操纵政权的这种能力 权力 它没有被承认 所以一方面是宦官 凭借上述的种种条件和原因 掌握了最高权力 但是另一方面又没有被制度和文化所接纳 所以没有合法性 没有合法性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